对于指挥中心没有信心一个很大的问题 如果再来一次 我也不见得承受得起这样的一个生理事件 在承受的时候 我们都是责任来我们就扛 我想大家是 我也不想解释出一个仇恨词 就在疫情的时候 我们做了很多的决定 我们不免得很多人都造成伤害 又一句经典屁话 若时间拉回 我不会挡疫苗 踩住一万多人往死者 还有脸说嘴 这个是会话 他不会重来的 因为他害死很多人 对不对 当时他要为了高端的利益 他们总有勾结 我觉得选举就是他们都是 讲比较推脱责任或好听一点的 对对对 所以就会太脾气一些东西 可能有点推卸责任吧 就是一开始好的时候都会觉得是 他的功劳 现在开始有人在反弹 他就会觉得不太想承受这个责任这样 仇恨值这个嘛 对啊 既然要担任这个职位 那你应该就要想好 你接下来所作所的 就是要背负这些东西 而不是说我上来了 做完了然后被骂了 才在那边讲这些东西 民众的仇恨值 不是用想象的 那是死者堆积出来的 已经赚宝退场 第一句吗 听起来很不切实际的感觉啊 也不能重来啊 就很像在讲讲刚花这样 这个万华破口吗 那老百姓其实也不是呆子啊 对啊 我们都他在做老百姓在看嘛 人在做天在看啊 不用再讲这些啊 你在做的事情 我觉得都一定会有 正反两面的就是想法 那我觉得如果是 有反面的意见 我觉得不一定会就是 觉得只是 这个是贱吧 也可能是你 就是是贱眼 贱眼 小深呼瞎 贱眼 词 贱眼 并不是